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给孩子的未来脑计划》 从孩子一出生起啊,父母就开始关心 如何让孩子更聪明、更健康、情商更高 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做,父母却犯愁了 市面上各类育儿书籍也不少 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的,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呢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啊 就是从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 让你了解零到六岁孩子的科学教养方法 因为啊,零到六岁是孩子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 把握好了这一时期呢,就能给孩子未来打下良好基础 本书作者魏昆林,人称Dr. Wei 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视节目《最强大脑的科学判官》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人脑的工作方式 本书呢,就是他在养育自己两个女儿的过程中总结的一些育儿经验 并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成果 手把手教父母们科学育儿 好,接下来呢,我将从三个方面为你解读本书精华 第一,如何让孩子更聪明 第二,如何让孩子的情商更高 第三,如何让孩子的运动能力更强 我们先来讲讲,如何让孩子更聪明呢 通常呢,人们评价一个孩子聪不聪明 就看他智商高不高,理解能力强不强 还有就是想象力是否丰富 拿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开发孩子的智力脑、语言脑和创意脑 在开发孩子智力脑方面呢 作者认为,得从科学思维能力、空间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三个方面入手 科学思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思辨模式和逻辑规则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要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就意味着 让孩子能够总结和发现事物的规律 将书本上学习的知识呢,应用到实践中去 父母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尽可能多地观察事物 将学到的知识和观察到的实际结合起来 走向大自然,参观博物馆就是最好的途径 以参观博物馆为例啊 去博物馆前呢,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些准备工作 比如呢,去参观的是自然博物馆 那就先在网上了解一下自然博物馆内的各个展区的分布 再针对孩子感兴趣的内容呢,定制好路线 到了博物馆,父母要把重点放在引导孩子观察和思考上 可以提前问孩子,哪些恐龙是食肉性的啊 哪些恐龙是食草性的呢 恐龙这么高大,又是怎么灭亡的呢 除了恐龙,还有什么动物也来自远古时代呢 让孩子带着问题去参观 提高空间认知能力也是开发智力的一个好方法 空间认知能力呢,是指对环境中物体的颜色 线条形状的感知能力,这是科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的必备技能 然而在中国呀,孩子们除了在学校里学习立体几何之外呢 其他时候很少接受空间认知能力的专门训练 作者认为,从婴幼儿阶段起,父母就可以开始培养孩子的空间认知能力了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比如啊,多和孩子说说空间词汇 你可以经常和孩子说,把书桌右边的画笔拿过来 把书放到中间的书架上去吧,等等 这能够帮助孩子形成空间的概念 还可以啊,多让孩子玩玩建构类玩具 乐高就是最经典的建构类玩具了 像积木、橡皮泥这些呢,也都算 有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试验 让一组孩子在12天内玩5次建构类玩具 每次30分钟,而另一组孩子呢,玩字母类游戏 结果显示啊,玩建构类玩具的孩子空间认知能力更好 大脑中跟空间加工相关的区域呢,也更活跃 开发孩子智力的第三个方面,是提高孩子的记忆力 在看最强大脑的时候啊,人们常常惊叹于台上选手超高的记忆力 他们是怎么记下数百张京剧脸谱的细微差别的呢? 又是怎么在一分钟之内记住两个魔方的状态呢? 是有什么记忆术吗? 作者揭示了记忆的奥秘 记忆啊,其实是一个对信息进行编码保存和提取的过程 而支持这个过程最重要的能力呢,是理解力 只有理解了,信息才能有效转换成知识 事实上啊,我们看到电视上那些比赛选手们刻意训练的记忆力 很多是无法应用到生活中去的 作者呢,就曾经看过一个记忆大师 需要靠变迁条才能记住一天的行程安排 因此啊,父母们大可不必盲目追求孩子有超强的记忆力 而应该重点关注他们的理解能力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理解能力呢? 首先是重复 书读百遍,奇异自现,就是这个道理 但这并不是说啊,让你盲目的将一本书读一百遍 或者是找一百本同类型的书来看 而是要学会将大目标分解成几个小目标 比如啊,要背诵一篇课文的时候呢 将它分成几个部分 然后分别总结出逐纸以后,再逐一背诵 这就比要一开始就试图记住全文容易多了 然后呢,是连结 就是要在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搭建桥梁 比如啊,孩子学习永梅的古诗 如果他们已经对墙角树枝梅灵寒独自开 又或者是摇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这些诗非常熟悉 了解了梅花冬天盛开,不畏严寒的特点呢 就再让他们背诵书影横血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类难度更高一点的永梅诗 孩子理解起来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最后是分组 就是将杂乱的信息分组管理分别记忆 我们仍然以古诗学习为例啊 一个诗人呢会创作很多不同类型的诗 每个诗人擅长的类型呢也不一样 如果不进行任何分组,捧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背到尾 要全部背下来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将诗词进行分类 诵别诗,怀骨诗,边塞诗,永悟诗 再分别理解和记忆每一个类别下的诗词就会容易得多 如果说智力的提高是孩子积蓄能力的一个过程 语言表达则是孩子将能力展现出来的工具 两者缺一不可 那么父母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呢 提升孩子的语言能力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输入 只有提高输入的质量才能有好的输出 平时啊,父母呢可以多给孩子读读绘本讲讲故事 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填鸭式输入啊 而是要互动 只有互动才能让孩子参与到语言环境中来 比如说父母呢可以和孩子将故事演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呢 孩子不仅需要理解故事的内容 还要背下人物的台词啊等等 语言能力就是这样被锻炼出来的 除此之外呢 父母还可以在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向孩子提问 或者呢在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 让孩子接着往下讲 这都是很好的互动方式 很多孩子在父母讲故事的时候啊 会做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的提问 比如呢讲小红帽的故事的时候呢 孩子会问大灰狼长什么样呢 为什么是大灰狼肚子饿了不是老虎呢 这个时候啊 父母如果制止孩子提问题 就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而如果能够及时解答他们的疑问 就能激发孩子想说的欲望 从而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 除了要会流利的进行表达 当今社会啊 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比如说啊 现在很多人呢 不再带钱出门了 而是用手机支付 这就是支付方式的创新 很多人啊 不再买自行车骑了 而是骑共享单车 这是出行方式上的创新 那父母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呢 玩思维游戏就是一个好的方法 比如啊 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 喝剩下的饮料瓶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装水 玩沙子 剪掉瓶口插花 或者是剪开放在水龙头上导流水 这类思维游戏就是让孩子打破常规 想出多种好玩又有创意的点子 再比如啊 父母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玩看图说话的游戏 在纸上画一棵树和一只小兔子 然后啊 和孩子一起编个故事 多和孩子玩这些思维游戏 能够让孩子的小脑瓜转动起来 创造力和想象力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的 除了做各种思维游戏 培养创新意识呢 还有两项最好的活动 那就是听音乐和画画 音乐能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和美感 而且呢 人们在听完音乐之后的反馈啊 也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呢 音乐能够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 很多父母啊 看了一些育儿指南 上面讲到 莫扎特肖邦的曲子 对孩子有好处 于是呢 他们就经常让孩子听这类音乐 但是啊 孩子奶奶外婆喜欢跳广场舞 家里呢 也经常放些广场舞的音乐 结果啊 父母就会沮丧地发现 广场舞音乐比莫扎特的交响曲啊 更受孩子欢迎 那么听广场舞音乐 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其实呢 小孩子天生就喜欢节奏感强的音乐 广场舞恰恰就满足了 他们的这点需求 父母们要做的 不是限制孩子听广场舞音乐 而是丰富他们接触的音乐类型 钢琴曲 流行音乐 儿歌 广场舞音乐都可以 让孩子跟着音乐一起哼唱 打节奏 跳舞 培养孩子的乐感 这才是培养他们创新能力的好方法 好 我们再来说说画画 画画是孩子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一种方式 他们看到了什么景色 心情是好是坏 都能够通过画画表现出来 而创意呢 就隐藏在这些表达之中 对于画画呢 父母呢也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孩子乱涂乱画没有意义 只有画的像才是画的好 其实呢 胡乱涂鸦是对孩子手部动作和认知能力的双重发展 一开始啊 小孩子只能画出各种线条 到了三岁左右呢 就可以画出封闭的圆圈了 再到四岁左右 可以画出一个像火柴杆一样的人 一个圆形代表头 几根线条代表身体和四肢 看似简单的进阶 对孩子来说就是认知能力的一个大飞跃 此时父母要做的不是教育孩子一定要画的像 而是在孩子画完之后尝试着向孩子提问 问问他画的是什么 父母呢还可以给孩子提出明确的指示 比如说我们给爸爸的脚上画上五个脚趾好不好 有研究表明啊 这样明确的指令能够提升42%的儿童画画的细节含量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如何能让孩子更聪明呢 我们主要从提升孩子的智力 语言能力和创意能力三个方面来介绍的 提升孩子的智力 要从提升孩子的思维能力 空间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三个方面着手 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呢 则要加大对孩子语言的输入 多给孩子讲讲故事等等 在培养创新能力方面 玩游戏听音乐画画都是很好的方法 然而呢 当今社会啊 光是聪明还不够 还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学会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发展情绪脑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呢 几个月的小孩子就已经有自己的情绪了 比如呢 妈妈在的时候开心 不在的时候惊慌 而且啊 孩子情绪发展得很快 两三岁的小孩子就有喜怒哀乐 等所有的情绪了 可是啊 他们还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般要到二十岁 控制理智的脑区才会完全发育成熟 在此之前呢 他们更像是一头横冲直撞的小怪兽 爱发脾气 喜欢打人 也很容易害羞 那么父母应当怎样培养孩子的 情绪控制能力呢 我们先来解决孩子爱发脾气的问题 作者介绍了一套方法 第一 引导孩子描述情绪 第二 引导孩子分析情绪 第三 引导孩子反思情绪 怎么理解呢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三岁的圆圆到了秩序敏感期 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自己已经熟悉的规则和秩序来进行 比如吃饭的时候 要先吃饭再喝汤等等 有一天呢 爸爸妈妈带圆圆出去和朋友聚餐 妈妈的朋友刘阿姨啊 不知道圆圆有这个小习惯 刘阿姨给自己家的孩子盛好饭呢 把桌上的汤和饭搅拌到一起 也顺手给圆圆弄了一碗 圆圆立马开始哭起来 大声说 不要不要 我不要这样的饭 一生气就把碗丢到了地上 汤撒得到处都是 圆圆的妈妈觉得又尴尬又生气 忍不住呢 凶了圆圆两句 可是啊 圆圆哭得更厉害了 场面一度失控 圆圆的爸爸赶紧把圆圆抱出去 到僻静的楼梯间 让圆圆冷静下来 开始和她交流 爸爸问圆圆 你现在是不是生气了 圆圆立即回答 是的 爸爸又问圆圆 还有什么感觉啊 是不是有点害怕 圆圆委屈地说 是的 这时候的圆圆 已经比一开始平静了很多 爸爸继续问道 刘阿姨给你倒的汤泡饭 不是你平时吃的那样 所以你有点生气是吗 圆圆说 是的 我不喜欢那样吃 我不要汤 爸爸又接着说 因为妈妈刚刚凶了你 让你有点害怕 对不对 圆圆点点头 这时啊 爸爸表示了理解 说道 爸爸知道你不喜欢那样吃 但是啊 刘阿姨不知道 所以啊 才给你用汤泡的饭 但是你把碗丢到地上是不对的 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给你换一碗 对不对 爸爸又接着说 妈妈因为你把碗扔到地上 很没礼貌才凶你的 妈妈凶你是妈妈不对 我们和妈妈说 她也要好好说话 不能随便生气骂人 好不好 这时的圆圆 才终于完全平静下来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圆圆的爸爸 就是在帮圆圆 控制和引导自己的情绪 首先呢 爸爸让圆圆知道 自己正在生气和害怕 然后分析 为什么会生气和害怕 是因为啊 饭不是自己平时吃的那样 所以生气 后来呢 妈妈又凶了她 所以呢 圆圆害怕了 最后呢 圆圆爸爸帮助圆圆 反思了自己的情绪 并且告诉她正确的做法 这种情绪疏导的方法 就可以有效帮助孩子 控制情绪 然而呢 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 除了爱发脾气 还会打人 那么孩子总是打人 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 父母一定要制止孩子 并且告诉他们 打人是不对的 在孩子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呢 还要带着孩子去道歉 有些家长啊 平时会不经意地给孩子灌输 可以打人的思想 比如孩子被椅子绊倒了 就说椅子坏 妈妈来打他 或者是啊 孩子打了爸爸一下 其他人哄堂大笑 让孩子以为呢 打人是件好玩的事情 这些都会误导孩子 因此呢 在生活当中 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非暴力的环境 最后呢 还要在生活中 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 有研究表明啊 三岁的孩子 已经可以理解承诺和合作的意义了 所以啊 家长们可以放心大胆地 和孩子讲道理立规矩 比如呢 告诉孩子 在餐厅吃饭不能大声喧哗 不能和其他孩子打打闹闹 再比如呢 在游乐场玩游戏的时候 要排队轮流玩 想玩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啊 要征求对方的意见 只有形成了规则 才能将行为内化为一种意识 帮助他们控制情绪 然而呢 孩子是很复杂的 前脚刚发完脾气打过人 事后呢 又突然变得害羞起来 那么 父母可以怎样帮助孩子摆脱害羞呢 首先啊 父母应该尽量克制自己 不要过多的干涉 有些父母呢 一看到孩子不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 就上前主动帮孩子回答 或者是看到孩子不愿意分享 就自作主张 将孩子手中的玩具塞给其他小朋友 这些做法呢 只会让孩子更加抗拒和陌生人相处 要知道啊 害羞只是孩子的一个性格特点 绝不是一个性格缺点 父母啊 大可不必反应如此强烈 要给孩子空间 也不要轻易地给孩子贴标签 说孩子胆子小 没出息这些话 其次呢 父母们可以带领孩子融入社交圈中 父母可以教孩子怎么打招呼 怎么和别人搭话 比如啊 说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积木吗 或者呢 带一个小玩具出去 跟其他小朋友说 我有一个小汽车 你想和我一起玩吗 最后呢 父母们还可以多组织活动 生日聚会啊 六月儿童节游园 圣诞舞会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主题 组织活动啊 还有一个小秘诀 就是可以给自己的孩子 安排一个特殊的角色 比如啊 妈妈的小帮手 帮助妈妈呢 将玩具和食物分给其他小朋友 孩子啊 会很乐于接受这样的特殊的任务 这会让他们更有自信 更愿意参与到活动中去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孩子理智的发育 要远远慢于情绪的发育 当孩子爱发脾气 喜欢打人 或者遇到陌生人害羞的时候 父母应当帮助孩子疏导情绪 教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提高他们的情商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 同龄人的活动中去 除了智商和情商 父母呢 还希望孩子身体倍儿棒 因此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运动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里的运动呢 并不是单纯的指 运动场上的各种运动项目 而是把孩子 从出生开始的各个动作 都包含在内了 具体呢 可以分为精细动作 粗大动作和有氧运动 那么父母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 发展孩子的运动脑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内容 首先是精细动作 精细动作指的就是用手指 手腕处比较小的肌肉 做一些捏压抓握的动作 可不要小瞧精细动作 精细动作会对孩子的认知 协调能力的发展 起到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呢 进入幼儿园之前 孩子的精细动作发展得比较好 那他的交往能力也会更强 注意力更集中 也更容易接受到老师的指示 那父母应当怎样培养孩子的精细动作呢 作者介绍了三个方法 在孩子两岁之前 父母们可以设计一些 需要用到精细动作的游戏 和孩子一起玩 比如呢 把红豆和绿豆混合在一起 然后让孩子把两种豆子分开 这个游戏训练的 是孩子捏的动作 再比如 让孩子玩套圈的游戏 将小圆圈套到一个小木棍上 这个游戏训练的呢 就是孩子抓握的动作 孩子两岁以后 已经能听懂一些指令 这个时候 可以让孩子尝试完成一些任务 比如呢 自己穿脱衣服 扣扣子 拉拉链 系鞋袋 这些在大人眼中很容易的事情啊 其实非常讨厌孩子手指的灵活性 除此之外 父母可以陪孩子画画 玩橡皮泥等等 这既能锻炼孩子的想象力 还能锻炼孩子手指的灵活度 抓握揉捏 这些动作都会得到极大的锻炼 好 说完了精细动作 那什么是粗大动作呢 粗大动作指的是 要用到孩子的手臂 脚或者整个身体肌肉的运动 不同年龄的孩子发展的粗大动作是不一样的 小越龄的时候呢 鼓励孩子多多趴着 能锻炼孩子手部和颈部的力量 再大一点呢 鼓励孩子多翻翻身 多爬一爬 锻炼他们的四肢协调性 等到孩子会走了 就带着孩子多走走 多跑跑跳跳 三岁以后就可以带孩子爬楼梯 玩小三轮车了 粗大动作是有氧动作的基础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粗大动作就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有氧运动了 有氧运动的好处多多 不仅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 还能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这是一种让大脑神经元生长和存活 所必须的蛋白质 简单地说 这就是一种大脑的肥料 让大脑更好地生长发育 除此之外 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好处 父母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可以预防和改善孩子的近视情况 一方面户外的光线充足 另一方面运动的时候 孩子的眼部肌肉不是聚焦在近距离的书本电子产品上 而是向更远处的物体看过去 这对于孩子的眼球发育是有好处的 那孩子的有氧运动量多少比较合适呢 一般认为呢 两到四岁的时候不用刻意规定时间 四岁以后则保证每天运动至少一小时 如果父母能够和孩子互动 比如和孩子一起踢球 一起跑步等等 孩子对有氧运动的兴趣会更高 好了 以上呢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怎样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 运动不单单是锻炼孩子的四肢 还能够影响他的大脑的发育 孩子的运动呢 分为精细动作 粗大动作和有氧运动 精细动作要多鼓励孩子使用手指 粗大运动呢 可以让孩子多爬多跑跳 有氧运动的培养就要和孩子的年龄结合起来 四岁以前不要规定时间 四岁以后呢 就要保证每天运动至少一小时了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书的内容 首先 我们介绍了父母们最关心的 如何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的问题 孩子的聪明和他的智力 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分不开 接下来呢 我们讨论了如何帮助孩子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母要帮助孩子疏导情绪 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这样呢 情商就会得到提高 人际关系自然就会更好 最后我们介绍了运动能力的培养 从精细动作 粗大运动和有氧运动三个方面 介绍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父母们总是希望孩子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不仅学习要名列前茅 特长也要样样出色 父母们如果能够根据孩子的特点 掌握科学的方法 有针对性的刻意练习 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好 给孩子的未来脑计划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